您好 欢迎收看中央社全球视野 我是吴依林 西非国家奈及利亚拥有丰富的石油资源 经济高度依赖原油出口 不顾发展石油产业近半个世纪 人民生活却不见改善 近几年 当地的原油生产又不断受到 泥日和三角洲不安情势的影响 加上与叛军的谈判失败 产油设施遭到攻击导致产量奏减 不少跨国石油公司考虑安全因素 要撤出奈及利亚 使得失业率不断攀升 正逢全球油价下跌 奈及利亚的经济面临15年来的最低潮 西非国家奈及利亚富含石油资源 然而发展石油产业近半世纪 人民生活水准却不见改善 过去一年更爆发民兵组织 针对炼油设施发动超过上千次攻击 导致全国石油产量奏减两成 不少跨国石油公司因为安全因素 考虑撤出奈及利亚 更为当地石油产业蒙上阴影 奈及利亚近年来失业率不断攀升 今年第二季的失业率高达百分之十三点三 年轻人失业率更高达百分之二十四 像费斯这样的留学生回到家乡找不到石油产业的工作 只好改行卖鞋的必必皆是 甚至有人找不到工作 干脆加入民兵组织 奈及利亚赖以为生的黑金经济陷入恶性循环 深入原油区的尼日三角洲 当地居民也抱怨石油公司只顾着采油 对当地的基础建设毫无贡献 近来不少当地年轻人组成非盈利组织 发起抗议 要求石油公司增加工作机会 改善劳动条件 不过石油公司不为所动 奈及利亚曾是非洲产油量最高的国家 如今第一名的宝座已经拱手让给了安哥拉 雪上加霜的是 近来油价下跌 石油输出国组织有意减产 激励油价上涨 此举无疑更让奈及利亚的石油产业继续落后 中央社总和报道 南美国家哥伦比亚第二大臣美德因 经传坠机空难 一架巴西足球队查比高恩斯队的包机 28号晚间在距离目的地航程 还有约5分钟的山区坠毁 机上共77人 除了足球员和机组人员 还有21名体育记者 这起空难总共造成71人丧生 6人获救 当地机场表示 飞机一度发出急救讯号 宣布电力失效 目前搜救人员已经找到飞行记录器 和座舱通话记录器有待解读 查比高恩斯足球队原定抵达后隔天 出战南美周杯决赛 这是该队首度打进南美重大赛事的决赛 不料坠机终结球队迈向胜利的机会 震惊足球界 巴西总统宣布全国哀悼三天 同时下令空军协助罹难者家属 托运死者遗体 至于查比高恩斯的决赛对手 哥伦比亚国家体育队 则向南美足球总会要求 把冠军荣耀颁给查比高恩斯足球队 一表敬意 中央社综合报道 中央社拥有阵容最坚强的新闻团队 全球布局居台湾媒体之首 将近三十个据点分布五大洲 以台湾观点掌握全球脉动 南韩总统蒲警惠卷入亲信 崔顺时干政贪污丑闻 检方调查后已将他列为共犯 这桩闺蜜干政风暴越滚越大 民众发动一波更剩一波的导徒游行 国会议员也展开行动 发起总统弹劾案 预计12月2号进行调决 而随着老普世威升温 弹劾声浪逐渐高涨 新世界党挺不害核心国会议员 甚至党内延老也纷纷喊话劝退 南韩总统蒲警惠 9月29号下午第三次出面发表谈话 除了再度向人民道歉 也松口表示 愿意在2018年任期建满前提早下台 有关缩短任期以及自己的去留 交由国会决定 香港的党,法律勞和公益 香港的党,法律勞和公益 香港的党有限要 可不存在 香港的党和公益 香港的党,法律勞和官方 要提早会发生下相对 民众的党、法律勞和法律勞和法律勞和法律勞 這 battle由于民众的党人 我把所有的党肯торов 那件事已展开 普警惠的道歉被在野黨批評為緩兵之際 不過也有消息傳出 普警惠此舉已釋出提前下台的議員 做事朝野間協商代替彈劾 依照南韓憲法規定 一旦啟動彈劾程序 三百議席中有三分之二的國會議員支持 普警惠就將暫停總統職務 直到憲法法院做出裁定 普警惠深陷空前的政治危機 民調持續惡化跌至4% 創下南韓綠任民選總統新低 倘若普警惠遭到彈劾下台 南韓得在60天內舉行總統大選 而南韓政壇勢必得經歷一番動盪 未來的情勢 這個星期將進入最後關鍵 中央社綜合報導 看見曼菲天使的需求 旅美投手陳偉欣身為兩個孩子的爸爸 挺身擔任公益大使 拍攝公益影劍 透過自己的力量呼籲大家 能對發展持管的孩子 多一點關懷 陳偉欣再度與片中主角小熊見面 如今他已經會跳 會走 讓他非常感動 小孩子的成長會是媽媽最大的動力 像今年剛開始聽到的時候 他說小熊就是已經開始會跳了 那一般家長可能就是我們會覺得說 小孩子跳不是可能兩歲就會跳 一歲兩歲就會跳 可是小熊才快四歲 已經快四歲了才會學會跳 媽媽回憶帶著小熊的心路歷程 因為及早發現 及早治療 也看見了奇蹟發生在小熊身上 小熊媽媽也鼓勵家中有遲緩兒的家長 能正面的帶著孩子跨出每一步 從一歲半到現在 其實這一段時間他進步很明顯 就是從他不會坐 不會爬 然後不會講話 沒有講話 對 然後眼睛也看不見 然後其實這個他現在已經是看得到了 只是我們不知道他看到多少 但是很明確他是看得見 所以我覺得這個早療 一定會做這個早療 早療真的是對孩子是 他是感覺是奇蹟在他身上 陳偉英也坦言因為小熊的例子 才讓他發現 原來除了早產兒 還有更多需要幫助的小朋友 和外界看到遲緩兒的隱形需要 投入資源 至於大家所關注 明年的世榜經典賽 陳偉英會不會參加呢 我會比較重視在於 就是在大聯盟球場上面的表現 因為我覺得這才是我 真正工作的地方 那其餘幫國家 為國爭光其實有蠻多的方向 那而且我覺得目前來講的話 其實有蠻多的新秀 也都大家也都是非常有能 就是潛力非常的有 那我覺得應該是先從這些年輕的選手這邊來 卓壯這樣子 陳偉英也說畢竟去年才剛簽了新合約 加上季末曾經受傷 還是尊重球團的決定 強調應該把機會讓給年輕球員 中央社記者張志燕 吳依林 台北採訪報導 帶您關心國際消息 針對南韓總統普警惠涉嫌縱容 閨蜜催勝時的乾淨醜聞 南韓民眾發動一波波示威抗議 要求普警惠下臺 而南韓國會也預計12月2號表決彈劾動議 在國會300議席當中 一旦有半數議員支持通過彈劾動議 將啟動彈劾程序 也會是南韓12年來首次彈劾總統 更多後續消息請持續鎖定全球視野 感謝您的收看 我們在華視新聞資訊台和裝售網站都有播出 我是吳依林 我們再會 我是吳依林 聲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